我无根生成情了 不过今天咱们不和他们干 今天咱们和他们谈 先来概括下漫画主要内容 伴随着全性众人在龙虎山路面 一个个曾经祸害江湖的名字被人叫出 疲劳妖 呆流星 兄灵下柳青等等 这么多平日里难见的魔头 如今竟蜂拥而来 以至于在场名门正派们都有点不可置信 也就在这时 滕山的掌门认出了吴妈妈的身份 原来竟是曾经滕山掌门的师妹 而吴妈妈却表示不管多么畜生 那也是自己的师姐 作为要是师姐入不了自己的眼 不过作为首领却是无比的合适 就在一个多时尘前 刘婆子擅自将大王山全性 拉入自己的梦境空间 然后知无不言地说出了 吴根生此行的真正目的 那就是独自一人赴死 果然在众人醒来时 便发现早已不见吴根生和金光上人的身影 大王山距龙虎山路途之远 恐怕也只有川林燕子隐成风能赶到 就在大家都要放弃摆烂之时 一旁端坐的古迹亭却表明态度 就算赶不上那也要去 全性的掌门被人围攻弄死 作为全性门人却脸面都未露 说出去真是惹天吓人耻笑 话已至此 全性众人皆是心有不甘 而吴妈妈和黄先生也终于决定出手 有着吴妈妈的药剂相助 再配上黄先生的甲马加持 众人夜行五千 终于是及时赶到了 可面对群情激愤的全性众人 吴根生却表示 这辈子全性与正派除了打还是打 既然大伙都到了 咱们不和他们干 今天咱们和他们谈 现在这个局面不是吴根生的算计 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从金光上人离开的那一刻 吴根生的性命始终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全性众人来之前 太多变数可以置吴根生于死地了 没有人会把计划建立在小概率事件上 吴根生要谈谈并不是在装高身 现场的气氛是大战一触即发 吴根生想用自己的死 了结三一门的事已经做不到了 因为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 他的初衷就像他跟留婆子说的一样 不想门人因为自己的事卷进来 那么 这个一颗火星就炸的局面怎么破 吴根生的意思是 跟正道打了一辈子了 没意思没挑战性 咱今天换个新鲜玩法 咱跟他们谈 之前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 全性这么松散的组织 成员又都是无法无天的货色 大家除了全性这个身份 几乎没啥共同点 这样的组织是怎么诞生掌门的呢 看完最近几话终于有眉目了 不但是梁挺吴曼曹先生 吴根生对非常多的全性大佬 都有点拨之恩 对于求道者来说 指明前路的恩情大概比救命之恩还重 而吴根生成为全性掌门用的也是非常笨的办法 他是一个一个结交过去 直到足够多的全性大佬认可了他 他自然就是全性掌门了 吴根生结交的办法也完全没有取巧 就是老天使说的真心要用真心幻 从吴根生帮人的方法来看 他是给求他帮助的人创造一个环境去自悟 而他本人也会进入这个环境 非常认真的扮演一个角色 这认真的程度可说是一人里独一份的 就好比张敬青让张之为下山做买卖 他不光这么指点张之为修行 还亲自在张之为隔壁摆摊跟他一起做买卖 直到他修行有所得 然而就这个交往方式 不但全性会认可他 正到那里对他认可的人也很多 而且这份认可的含金量十分高 这份认可让很多正到艺人用跨越身份的方式去看待他 在那个全性几乎是恶德代名词的时代 在很多正到眼中 他首先是至诚挚性的吴根生 然后才是全性掌门 所以吴根生当上全性掌门的逻辑 和他能集结36人结义的逻辑是一样的 都是点对点相互认可的结果 而在吴根生身上最让大家在意的点 就是43年秋天前后的吴根生 可以当成两个人来看 43年秋天前是吴根生 43年秋天后是冯耀 吴根生与冯耀 有人性层面的本质差异 这个差异有多种表达方式 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说这个差异是 吴根生是第四类人 冯耀是第三类人 用金凤的眼光来看这个差异是 吴根生清静 冯耀身上没有清静感 连许新都能看出来 结义时的冯耀跟他之前认识的吴根生差异很大 但具体的差异在哪他说不清楚 那么为什么吴根生会变成冯耀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他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地 然后发生了转变 那么这个极端困顿的局面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关键的线索是斗红和张怀义的追问 在24节古当斗红问起 大家在修行方面有什么追求的时候 后来的八奇迹拥有者 各自说出了自己在修行层面的追求 本该轮到张怀义回答问题的时候 张怀义把这个问题推给了冯耀 冯耀说 他此时此刻最想要的是兄弟 请注意 吴根生在修行层面的追求挺明显的 那就是求长生 他一再展示过对长生的渴望 比如棉山之战后 高跟把重伤状态的吴根生堵在山洞里时 吴根生说他想好好活 500年不够 1000年就是个灵头 在比如迎贺楼替礼木悬平师的时候 他表达如果能一直处在少阳状态 他愿意一直当孙孙 吴根生本身的修行状态 也是个很有力的佐证 他没特意修炼什么功法 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性命 这是求长生的正解 而被问及修行方面的追求时 结议时的冯耀却说他想要兄弟 当时的他已经有35位至交好友了 为什么还想要兄弟呢 兄弟跟至交好友之间的最大差别是 兄弟是亲情关系 至交是友情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露骨的提示 合理的推测是 只有亲情的突然 确实才会造成对亲情的突然渴望 冯耀一定是在亲情方面出现了巨大缺失 这才想要通过拜靶子结兄弟的方式 来弥补这个缺失 这个亲情缺失是怎么来的呢 答案只能是亲人的离去 吴根生的亲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众所周知 吴根生的母亲生完他就死了 吴根生有媳妇 显然这个媳妇跟张怀义的媳妇一样 是作者完全不打算琢磨的人物 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在43年秋天 吴根生的女儿因某种原因去世了 造成他女儿去世的 就是冯耀口中的极端困顿的局面 我们带入道具情中 看这个解释通不通 43年秋天 吴根生的女儿 因一个非常令人意难平的事件去世了 因为这个事件 吴根生对自己的道产生了质疑 跌落成第三类人冯耀 因女儿的去世 冯耀产生了对亲情的巨大渴望 所以他把金凤当闺女士的嘱咐了很多 而这是吴根生不会做的事情 吴根生从不给第二类人指点迷津 因为对亲情的巨大渴望 冯耀召集了36人 并在窦红和张怀义的问题下表露心意 想要跟36人结议 依此来弥补亲情 却是造成的遗憾 同样是基于对亲情的遗憾与渴望 他在九曲盘缓洞中 看到了再造女儿的契机 于是把女儿的名字 给了现在的宝儿姐 把女儿的样貌 也给了现在的宝儿姐 但是关键的记忆和性格 暂时没办法富裕 所以冯耀选择化为七英等待时机 期待在未来有机会造成这个塑造 让宝儿姐从名字到相貌到人性 都跟女儿变得一样 这个契机应该就是提前离场的 巨龄浅江和通天路 凡要在未来等待的 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一个自己 宝儿姐 巨龄浅江 通天路都在场的契机 他要再造一个已经逝去的人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伙理性讨论切勿叫真 这边